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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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其实在金本位之前大部份货币都挂了欧 大家都很习惯去挂黄金是一个固定的汇率 浮动了之后其实实在是1980年代初期开始 那些货币才是比较有自由意志的浮动 在此之前都是1970、071至80年代初的十几年 都是假假的那种浮动 浮得来也是很重干预的 去到80年代的中后期甚至90年代初 经过这十年左右的时间其实有很多货币浮得来浮得不太舒服 所以浮得不太舒服尤其是德国的马克在1985年前就大贬值 因为那时候是美金升值 1985年就签广场协议 接着又被美国佬弄它 他又跟着大升值 那一次大贬值 一次大升值之后 是令到很多央行或者货币 是不太喜欢被美国佬弄它 以及不知做甚麽的 突然又升值又贬值 那一次的经验事实上也令到德国 当然它也有东西德合并这个因素 但是就算没有东西德合并这个因素 它在1989年代初的大升值之后 它面对跟日本一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一个比较厉害的衰退 就是在1990年代初 就是这个背景之下 就令到那些货币开始想组成一个联盟 他们觉得不同的货币 譬如是在一起装大一点 和你死美国佬链过 链过的时候 就不用那些东西说 你要我升值是升值 要我贬值是贬值 我认为这个背景是这样的 基础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一个欧盟的其中一个里程碑 欧盟就是希望最终什麽东西都是一体化的 即是变成一个大区一个国家 其实他们最初有一个议程碑 就是不止不分哪些 连财政都统一卖 结果其实最终只是货币统一了 而这个货币统一的过程也是挺波致的 波致的意思就是 我们最初在1990年代提出一个欧洲汇率机制 那个欧洲汇率机制 学术上就是一个crawling pack 一个爬行的区间 一个爬行的区间 就是他们基于宏观的因素 有一个目标 然后就按着一个漸进的方法 可能每日做些 每个星期每月做些不顶 一路一路移动区间 那个情况有少少像什麽呢 像那时港元被冲击之后 跟着金管局是走了一招 然后每日走一点 将它撥回到一个正常7.8元的位置 当时欧元也有这样的做法 就是一个爬行慢慢地走的区间 走去什麽区间呢 这个就要基于一个所谓宏观的因素去决定 这种宏观因素决定的一个区间 而这个区间亦都是给一个 一蓝指的货币去参考的 就可能是你说的那种 Optimal currency zone 这种这样的OCA 或者Optimal currency area 其实就是这个 Robin Mandel 首先提出的 即是 即是 六多年时的文章 就提议说 一个 一个货币联盟 一个联盟可以有一个比较参考 而相对固定的区间 从而稳定一个货币的币值 就让它不要引力很多的价格上的波动 这种价格上的波动 当然就是 港场协议前后 大家都有新经历过 不是这麽过瘾了 但是是否有了这种所谓货币的区间 那些东西又不波动呢 那又不是 你看到1998年 试行欧元 试行了一年之后 99年正式出街了 一出街以后 EUR 100起家 PISA 被人占到百分之多 是否以美国又玩玩的 是不知道 起刻很多时候 亦是全球有个比较厉害的衰退 就是科网破曼爆破 那波突破令到EUR 0起到百分之多 你可以当成一个一号八 是只剩到百分之三 这波突破了两三成 可以由一处计计 当时是要若干大央行,很厉害我忘记了 总之差不多出齐地一起去所谓救他们托市 这次是第一次的汇率危机 当时我记得法利文就串他 法利文是支持货币浮动那一派 卢文德尔就是支持固定汇率一个区间派 大致上你可以当作一个经典和Kingsian 一个斗戏和斗戏 两个脑袋落贝尔 用一个揽回转头 现在是EUR 你经历过第一次像样的似样的危机 你仍然在这里才说 那次如果不够的话 EUR可能又好像欧洲汇率危机 那次是收了党的 那次在90年代初 第一次也是 走了几年之后 英镑被人冲击 何时冲击 冲击完之后 那些东西都想得不清不错 然后就散了 所以那一次经历之后 当然法利文就没有太长命 看得不远 结果其实他也有一组预言过 这种所谓区间的一个目标 其实未必是很适用于很多东西 因为世界变的 世界变一来 宏观变了 你需要一个合理 或者一个均衡匯率的水平 是一直应该要变的 最好就是被他浮 因为你被他浮 你又怕他移动太厉害 所以这两派的辩论 是永远都存在的 直至到2012、2013的时候 我不记得法利文死了 未可能死了 代表性人死了 接着那次也出现 比较像样的第二次 欧洲汇率的危机 就是这个欧赚危机 那次也其实是 现在回来 有相当的央行是参与干预 托回那个欧元 让它不够倒下来 走到现在这个所谓 今时今日 实际上欧元的欧元 都已经是浮动的 即是没有所谓 一个optimal currency area 即大家都可能是 摆在一边 没有再讨论 但当然 实际上 是否说 你没有一个optimal area 那些货币就会连走 通通走到没有雷工那么远 那又不是 即是历史上看回 都是 现在尤其是世界一体化了 经济周期 可能全球不同地方的上落 都一致度高了 当那些东西一致度高了的时候 那些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各样的做法 都可能反应会很一致 当那些反应很一致的时候 息叉的压力不会很大 资金大举的流动压力不会很大 就算你没有一些很人为的干预 那些货币汇率 所以 如果这样看回 实际上 你可以说 客观环境已经造就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而这个区间是自然而成的 并不是人为的 我给你7.8里 你就要在7.8里 不是这种 其实这样的做法 就比较理想了 即是你不需要刻意去比较区间 而实际上 那些货币已经是比较稳定的区间里面 当然这个就是从政策角度说 从你这些炒友的角度说 就未必是 这个区间也不移动 整天都不移动 就是没东西炒 没东西炒 没有生意 这个也是两难的 从政策角度说 他不是很想的汇率很移动 从市场角度说 你整天都不移动 怎样整天 其实一个合适的货币的区间 都是一个 canción体系列 就是这个货币 应该是领来的领域有几阔 一样赢了一個 topic 没有一个定论 曾经有一些书记录说 One World One Currency 是这样说的 但是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货币出现 就是因为当然领土边界 不同的主权、不同的政权 它需要一个政治的符号 货币是一个政治符号 告诉人家 你现在进入了一个不是你的领土 不是你的货币 这是一件事 但是如果原初的Optimal Currency Area 它的说法就是 如果大家的经济周期是比较吻合的 之间有贸易流、有人流 大概有这几个条件符合了 你便可以采取同一个货币的运作 这是最初的Optimal Currency Area 这个说法 但是欧元区的国情都很不同 尤其是南北 南北始终气候不同 气候不同 人们做事的生产力都会不同 热那边是冷一点的 生产物的产物会有些不同 生产品的产物会有些不同 你种的物件都会不同 如果冷一点就热一点 沿海和内陆 大家的贸易方式不同 当很多东西是不同的时候,起码看到现在的一个EUR 其实就不太好处,即是间开两个,起码差不多 北边那些是有钱的,总是这样的,南边那些是窮些 大家需要货币刺激的程度不同,南边那些需要重一点 北边那些需要轻一点,所以 所以这个谈论以前是在谈论,最初谈论完成立的事情 成立到现在,都慢慢不用谈论,不用谈论的意思 其实你就由得它自然发展 如果它发展到下去,所谓的bundle together 就可以包在一起,它自然会 如果不行的话,英国也首先要脱钩 即是已经觉得在一起的好处已经不太多 反而负担的负担就很重 这一件事是欧元的一个死结 死结意思就是,长线来说,它可以维持得多久呢? 它会不会是... 曾几何时它确充版图,无论欧元区也好 欧元区也好,欧元区也好 欧元区也有15个成员国 现在是19个,最新年那里 欧盟就... 欧盟差不多是20个,现在是27、89个了 那你一路多的时候,越纳越多 越纳越多,纳了东欧的那些窮 一齐进来 那变成了欧元的窮国的比例越来越多 有钱的那些,其实来都是德国 德国都是一个,一个现在占欧元区 是三分之一度的比重 以GDP算 但如果你越纳越多的时候 德国的那些要沟淡 沟淡了的时候,虽然它是龙头也好 但如果它整整一下觉得不值租 或者其实有些其他北欧国家 譬如说,有好几个都没有加盟区 瑞士、瑞典那些都没有加盟区 但芬蘭是龙腦的 如果你有一些比较少少的 荷兰是龙腦的 这些经济是挺好的,不错的 他们如果有一天说 见到你太烂了,想走的话 我不会觉得很出奇 其实任何一次的经济衰退 或者是一个金融危机 都可能是一个契机 上一次就是希腊那件事 你难保不会有下一次 这一次其实都很大劲 每个人都收缩得很厉害 收缩得很厉害,复原得很快 每个国家都不同 总有一两个国家 是真的太差,追不到 那它可能会出事 这个香港很有犯了 就没有变成很厉害 这都是 unicorn、你的时间 2003 方面 李与民伟业 在美国之间 最后被 wander melts 虽然你外人看它是一个欧洲 但一个欧洲里面大家的价值等 其实都有很多很根本核心不同的东西 这种联盟其实是几十年前 即是打完一二战之后 大家不是很想再打仗了和平了 希望有一些比较团结的组织 或者有一些体系出来 就由美国共同体开始做起 但结果就是在这几十年 那个进程是相当慢 如果你以最初欧洲的进程 他们希望是很快 货币可以统一到 财政政策可以统一到 甚至整个政治体系都可以统一到 但结果都不行 结果到现在你连第二步的财政政策都统一不到 统一不到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统一组的货币 不统一一个财政政策 这两样东西一定是互补的 两只手 即是一只手做事 现在一只手做事 只是你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财政政策 但当你财政的收入支出是不平衡失了行的时候 很难说的 有很多失业救济等等 你不需要不行 是吧 虽然起来那些企业都统一到 政府也都收不到税 自然赤字一直升 债务一直升 那你靠什么呢 这个财政政策 虽然失败的时候 如果你两只手 你有货币 你就可以帮忙 但货币政策 不是你一个人做事 十几二十个欧元区成员国 大家一起去讨论 第一次就是 即是那时候救市也是救得比较慢 那个年代是特利借作主 特利借其实就不是太合派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一次就告诉大家 你如果有一样没有一样 痛一些不痛一些的时候 那个问题可以很严重 尘得 德国占三分之一 法国占四分之一左右 或者少一点 那如果你一个派 没有了三分之一 或者没有了四分之一 也没有了很大的 那时候一个希腊都说 脱欧都搞成这样 那如果你多一个 脱欧很不够 但是德国脱欧的动机 或者誘因就不是很高 因为它那个 一统天下的那种基因 我不敢说 因为以前那时候 胡书佬那种基因 还在那里 但是 他们觉得它是龙头 他们有这种责任 当然也享受这样的 带头那种威威 那他们未必很想做这种东西 法国就难说 法国是真是 阿尔 一样东西都是阿尔 法国是阿尔 即是这一个多世纪才是阿尔 即是你回去拿破仑那时代 法国很威威 如果一直有这种阿尔 甚至可能阿三 意大利那些 那些心态 他们可能脱的动机就会高些 但是 法二世 即是排第2、3、4 那几个 几个都坏 几个的失业率都高 几个的经济都不好 海军斗水兵 雷斗雷的时候 它又没有什么动机脱 因为现在德国在脱的动机 就是不想陪你那些水瓶友一起坐水瓶艇 他们想另起路做 免得陪你搭沉船 但是 如果你法二世 他们都是这么水瓶的事 海军斗水兵的时候 他们可以脱得到客观的条件 就不是那么高 始终你有一个大的联盟在这里 有什么东瓜豆腐 会找人帮忙也比较容易 所以我想 短期来说 发生的机会就不是很大 但是你说如果再落下来 譬如做些什么 荷兰、比利时 即是所谓的 大四之后 它又不是轻的 它经济挺好的 它看你不顺眼 它想走 这些就不敢说 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即是如果你整个欧元区 再弄多一次 希臘这种危机出来 不排除真的有些 比较好的 是想回到我之前的状态 即是走回头到这个岛头车 请请不吝点赞